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腾讯云云端运维终极认证课程 本课程主要以高效运维云端的业务应用系统为中心进行讲述 覆盖了IAS和PAS两个层面的运维知识 以确保云端业务应用系统的弹性伸缩和高可用为目标 从云服务器、云存储、负载均衡、数据库服务、云监控、云安全等多个维度展开讨论 以来自一线的运维实现经验为案例 引导大家避开运维工作中的勾勾坎坎 高效快速地解决和处理运维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今天我们来进行第一课 语言运维的概述与工作简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课程概要 这节课将向大家讲解语言运维的概述以及工作简介 首先讲解语言运维的目标及范围 然后讲解语言运维的工作以及相关技术 首先我们来进行第一个课程的内容 云端运维的目标和范围 我们来看一下云端运维的目标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业务的支撑和保障 我们知道不管是传统的运维工作还是我们的云运维 它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要保障我们的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所以说运维应该是要把对业务的支撑和保障作为首要的目标 这就要求云端运维和企业的目标要保持一致 比如说企业的业务要求有三个九的可用性 那么我们的运维工作也同样要以三个九作为目标 并且除了最基本的可用性 云端运维还应该保障我们的业务系统能够高效 稳定和安全的运行 云端运维的第二个目标呢 就是要为创新提供支持和转化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运维应当能够为我们的业务创新 提供IT技术和IT资源的支持 比如说我们在业务系统的开发过程中 可能需要使用一种新的设计库技术 或者更加高效的存储技术 那么我们的云端运维 就应该能够为我们的业务系统提供对我们的支持 要能够提升业务创新成果的转发速度 保证运维不会成为整个创新体系中的瓶颈 最后一个目标呢 是要能够持续的改进和优化 因为它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 业务的需求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 可能随着我们的业务的发展 对于运维的要求也会随之增高 所以一定要能够以开放的心态 去接受变化 拥抱变化 要能够满足这种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业务需求 另外呢 作为运维 我们还应该思考 如何以技术和管理 来驱动整个运维工作的高效运行 并且降低我们运维的整体成本 说完了云端运维的目标 我们来看一下云端运维的范围 这个是我们跟传统的运维工作 有着较大区别的地方 因为云的出现 特别是像我们的腾讯云这种公有云的出现 他们替我们做了大量的底层的运维的支持 这样我们的运维工程师 才能够从繁琐的工作中去解放出来 工作中心呢 逐渐从传统的运维转换到了云端运维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正确的使用云资源 腾讯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云产品和云服务 其中有一些他们有一定的功能上的重叠 但是又各有偏向 比如说同样一个数据库服务 我们既可以使用云服务器自己进行部署 那么也可以使用腾讯云提供的云数据库服务 那么如何在进行产品部署的时候 选择合适的云产品或者云服务呢 这就要求我们的云端运维工程师 要能够充分的了解腾讯云这种云服务厂商 他为我们提供的各种云产品和云服务的应用场景 结合这些应用场景和我们的业务需求 来选择最合适的云产品和云服务 来构建我们业务系统的运行环境 第二个是要合理的使用云资源 这就是说我们要深入的理解云产品和云服务的特性 要能够通过合理的使用云产品和云服务 实现业务系统的弹性伸缩 提升运行的效率 增强可用性和安全性 优化我们整体的运营成本 云的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计算资源的弹性伸缩 通过合理的使用这种特性 可以保证我们在业务高峰期扩容来满足业务的需求 同时呢 在业务相对空险的时段 我们又可以缩容来降低我们的整体成本 第三个是要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运营 传统的运营工作 它是一个24小时单命的状态 一旦业务出现问题 运营工程师需要手动的介入 去解决各种干扰的问题 但是在云端运营的时代 我们可以选择使用云产品和云服务 提供的各种API和SDK 实现自动化的运营 对于很多场景来说 完全可以做到没有任何人工的参与 自动的去解决问题 这样一来可以减少人工操作时候的差错 另外呢 也可以更加及时的响应 因为机器它是不会累的 它可以做到真正的24小时待命 同时解放我们的云端运营工程师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云运营的工作 第一个是从硬件的基础设施转向云服务 传统的运营工作呢 是直接跟数据中心和运营商打交道的 除了比较大的公司 它能够拥有自己的数据中心 很多一般的公司可能需要服务器的托管 一旦出现问题呢 运营工程师可能就要去机房 去解决各种硬件的问题 同时呢 服务器的管理 存储的管理 都是需要运营工程师进行关注的地方 以前基本上都是需要运营工程师 手动的去进行添加 替换或者是迁移 另外呢 在网络方面 运营工程师可能还需要去部署 我们网络的交换机呀 流游器呀等等 包括部线各种各样的设备 来满足我们业务应用系统的网络需求 但是对于云端运营来说 这些硬件的基础设施都逐步的转向了云服务 也就是说 云端运营的主要工作 从跟这些硬件的基础设施打交道 转变到了跟云服务的厂商提供的各种云产品和云服务打交道 真正跟硬件相关的工作 已经被云服务的厂商屏蔽掉了 以前需要跑到机房去处理的各种问题 现在在腾讯云的控制台上 点一点鼠标就可以完成了 甚至以前非常难实现的这种全球的数据中心的管理 如今也同样变成了 你坐在椅子上 在网页上点一点鼠标就可以搞定 而服务器和存储这些资源的管理更是变得非常的方便 不论是服务器的配置变更 数量变化 还是存储的容量限制都不需要担心 只要有需要 简单的操作一下 腾讯云就会替我们完成所有的这些工作 对于网络来说 现在的腾讯云同样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灵活便利的操作方式 以前我们做网络规划 还要考虑布线等等物理层面的实现 考虑未来的升级扩容的可能性等等 但是现在呢 这些限制都没有必要考虑了 我们只要做好网络规划 利用腾讯云提供的私有网络VPC 就可以按照你的需求 高效的去搭建出一个符合要求的云端网络 而它升级改造的成本同样也是非常低的 在之后的课程里呢 我们也会讲到云端的网络运维 第二部分呢 是认为过程和关注点的转移 在传统的认为过程中 要部署新的计算资源 首先要进行容量的估算 要进行设备的采购 而这些都是需要相当的经验才能够完成的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考虑设备厂商 他们提供的各种收获服务 还要考虑更新换代 涉及的这些成本和迁移等等 而当目前的资源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时 我们又要考虑在物理加固上实现容量的扩展 而有了云服务 很多繁琐浪费的情况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善 首先云产品云服务这些资源都是可以实现按需计费的 也就是说你选了多长时间就按多长时间进行付费 而不像传统的硬件设备 不管你能不能用得上 只要你一买回来 设备的采购费就已经花完了 你用吧 可能暂时用不上 但是不用吧 放在那还会折旧 另外呢 弹性伸缩也是云服的一大特性 当我们需要更多资源的时候 只要鼠标点一点 就可以增加配置 或者水平的进行扩展 而暂时用不上的资源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释放掉 用的时候再创建就可以了 弹性伸缩和按需付费的结合 相对于传统的硬件设备的预先购买 就可以节省大量的开销 另外呢 云服务还能够给我们提供高可用的特性 对于很多企业来说 自行实现高可用 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一方面 这对于自身的运维技术实力 有着较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 要有大量的软件设备 这些都有着相当的成本 而腾讯云这样的云厂商 首先他们都是有着非常高的运维实力的 由他们为我们提供的服务 更加可靠 另外呢 由于集群效应 云服务的厂商 做这种设备的冗余的平均成本 是相对较低的 对于云服务的用户来说 这边降低了大家的使用成本 最后是 自动化运维成为核心能力 针对我们刚才说的按需付费 弹性伸缩这些特性 我们可以针对云资源的特性 使用自动化运维工具 实现自动的扩容 缩容 自动的故障切换等等 当然要实现这些功能 也依赖于我们对于基础设施 和应用系统的监控功能 只有有了对应的监控能力 我们才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 然后去做出对应的调整 另外呢 在云上 我们还可以借助云平台的力量 实现集中的存储和处理监控数据 这也利于我们进一步的统一的进行处理和分析 有了运维数据 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运维数据的分析 了解到运维的流程 技术方面 还有存在哪些的问题 从而推动运维过程的持续优化 最后呢 我们可以慢慢的向DVOPS进行推进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专门的运维人员了 我们的开发人员可以和运维人员相结合 减少了中间的沟通环节 从而更加高效的完成业务应运系统的开发和运维工作 也减少了整体的成本 下面呢 我们进行本节课的最后一个课时 云运维的相关技术 在这一课时当中呢 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云端愿运维当中可能会使用的一些技术 以及我们在云端愿运维中可能使用的一些云服务 进行一些简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常用技能 我们知道我们通常使用的服务器 它的操作系统会使用Windows Server 或者是Linux操作系统 而一般来说呢 我们对服务器进行操作都会使用命令行 所以呢 我们必须掌握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和Linux操作系统下 通过命令行对系统进行的一些操作 在Windows下 我们现在主要使用PowerShell 对操作系统进行一些操作 而在Linux操作系统下 我们主要使用Linux Shell进行操作 包括我们最常用的可能就是Bash这个中呢 那么除了这些命令行的操作呢 我们可能还要对其他的一些技术有所了解 首先呢就是REST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业务都会使用RESTful 这样的一些风格去做API的设计 所以了解REST这种API的设计的风格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了解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应该使用怎样的HTTP方法来设计API 另外呢我们经常会涉及到数据的交换或者是配置文件 这就涉及到我们常用的两种数据交换的格式 一种是JSON那一种是XML 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基本的格式 还有如何去使用和编辑他们 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云端部署的架构总览 这个主要是我们在云端用于过程中可能使用到的一些云产品 它的一个介绍 我们首先看左边这个灰色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分层的架构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交付作为服务的这样一种分层的架构 它从底层到上层分别是网络 存储 服务器 虚拟化 操作系统 中间键 运营时 数据和我们的业务系统 而右边呢是我们在腾讯云上面可能使用到的一些云服务 与我们左边的这个分层的架构一个大致的对应 我们对每一种云服务进行一些简单的介绍 从下往上看 首先我们看网络层 可以看到网络层涉及到四个部分 一个是虚拟网络 私有网络互联 VPN和专写 以及NAT网关 首先我们说一下虚拟网络VPC 虚拟网络VPC呢 它是腾讯云为我们提供的一个私有的虚拟网络 在这个私有网络里面呢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网络规划 进行各种各样的配置 从而满足我们对网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同时呢 虚拟网络它本身在各个用户之间是相互隔离的 你不用担心 你在网络里面部署的服务会被其他人换到 第二个呢 是私有网络的互联 私有网络的互联呢 主要是针对可能在不同的数据中心之间 我们有不同的私有网络 那么如何让它们之间能够相互通信 我们就可以使用私有网络的互联服务 去把它们连接起来 VPN任何专线呢 主要是用于我们自己的数据中心 和腾讯云的数据中心 进行连接的这样一种方式 一般呢 比较低成本呢 我们可以使用VPN进行连接 如果我们有更高的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专线连接起来 这样我们可以实现一个混合云的架构 一部分在我们的同意云服务器上 而另一部分在我们自有的数据中心网络当中 下面是NAT网关呢 主要是实现 我只需要使用一个更网的IP地址 就可以让我所有的服务器都可以连上外网 同时呢外网的用户也可以通过NAT网关 来访问到我内部的不同的服务器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云硬盘 云硬盘呢 是属于我们的存储层这样的一个服务 云硬盘呢 它和我们普通的云硬盘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它是可以进行动态的挂载和切换的 也就是说云硬盘和我们的云服务器 它是可以进行分开管理的 我们的数据可以存储在云硬盘当中 这样无论我们切换什么样的服务器 我们都可以直接把云硬盘挂载上去 我们原来的数据就可以直接迁移到新的服务器当中去 保证不会因为服务器的问题造成我们数据的丢失 然后呢 再往上是我们的云服务器 云服务器呢 是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的一个基础 我们可以在云服务器上根据自己的需要 进行各种各样的服务和业务的部署 在通讯云上 我们可以非常轻松的实现对云服务器的配置的升级 降级以及新的服务器的创建和销毁 在往上呢 是对象存储 对象存储呢 主要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用层的数据的一些存储的方案 使用对象存储 我们可以不需要关心数据的容量限制 可以将我们的用户的上传的数据 或者我们网站的静态数据 都放在对象存储里面 使用CDN进行访问 接下来是复材均衡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业务量可能是很大的 使用单一的一台服务器是无法完成所有的工作的 因此呢 我们可以使用负载均衡 利用腾讯云提供的负载均衡的各种算法 将我们的优户流量平均的分散到不同的服务器上进行处理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系统能够提供更大的容量 在往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Redis和Memcatchd这两个缓存服务 当然Redis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KV数据库进行使用 缓存呢 是我们业务应用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可以提高我们系统整体的容量 减少我们系统对于文件系统的这种Io操作 从而呢 提高我们系统整体的效率 然后呢 是我们的三个数据库服务 我们可以看到是 最常见的是 MySQL MongoDB和SQL Server 当然 腾讯予上还提供了其他的一些数据库服务 我们主要介绍这三种最常用的数据库服务 数据库是我们很多的业务系统中最终的数据的存储的地方 因此数据库的运维更是我们在云端运维的重中之重 我们要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更要保证数据不能丢失 再往上呢 是我们的云波测和云监控 这两个是我们在云端运维过程中使用的监控的工具 它可以帮我们监控我们的各种计算资源 以及我们的业务系统它的运行状态 一旦出现问题的话 可以跟我们的高可用 以及弹性伸缩等等进行结合 实现自动化的运维过程 在往右边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 呃有云安全数字证书 云解析和备案这四个部分 服务器的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是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企业可能缺少比较专业的安全人员 但是使用腾讯云 我们就可以使用腾讯云提供的各种原安全的工具 为我们的业务应用系统保驾护航 保证它的安全 接下来呢 是数字证书 呃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网站都已经启用了https 用来保证我们的数据传输 它的安全性 所以呢 呃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使用到数字证书 那么腾讯云呢 为我们的数字证书提供了签发 管理 部署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操作 云解析呢 是和域名服务相结合的一个功能 它主要是为我们的域名提供DNS解析服务 我们知道呃 域名的解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用户 它都是使用域名来访问我们的服务的 呃 一旦我们的解析出现问题的话 那么整个用户 它就无法访问到我们的业务了 因此 一个非常稳定安全的一个云解析功能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后呢 是备案 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进行这种网站的架设 基本上都是需要备案的 那么如何高效的完成我们的备案工作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的腾讯云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关的备案服务 使我们能够更加快速方便的完成网站的备案工作 好了 本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讲解了云有为的概述和工作简介 包括我们云有为的目标和范围 云有为的工作 以及使用到的相关的技术 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呢 我会跟大家一起更加深入的了解 在腾讯云上进行云端云有为的各种操作 谢谢大家 第二个是我们主要讲一下云服务器的创建 在创建云服务器之前 我们首先要对腾讯云的web控制台进行熟悉 因为web控制台是腾讯云最主要的操作平台 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web控制台上进行 因此我们首先就要对web控制台中各种云产品的打开方式 操作方式进行熟悉 由于我们之后的实操课程里面会进行演示 在这里我们就不做演示 大家可以自己登录web控制台熟悉基本的操作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进行SSH密钥的管理 相对于普通的密码登录方式 我们更推荐大家使用SSH密钥的方式 登录Linux操作系统 因为这样的方式更为安全 也不需要担心密码泄露带来的各种问题 从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在云服务器的界面当中找到SSH密钥 然后呢可以创建或者导入 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操作即可 再下一步就是选择地域和可用区 在这里呢 我们把当前腾讯云支持的全球的地域和可用域列了出来 可以看到它这里面非常的丰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服务对象 选择合适的地域和可用区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只有处于同一个区域内的云服务 才可以通过内网建立通讯 不处于同一个区域的云服务器 如果想要通信的话 那么就必须通过公网进行 第二就是可用区 是同一个区域内 供电和网络相互独立的物理数据中心 第三呢 就是同一个可用区内 他们的云服务器通过内网互相访问的延迟 相对来说更小一些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 应该综合去考虑用户的体验 然后我们的灾难恢复 负载均衡等等各种因素进行选择 接下来呢 是服务器型号的选择 这个需要我们根据业务的负载类型进行选择 最常见的几种就是标准型 Io优化型和内存优化型 标准型呢 一般是针对通用的工作负载 比如web服务 文件服务 中间键等等 Io优化型则是针对Io密集型的应用 比如用于联机 事务处理的服务器服务 大数据处理等等 内存优化型呢 则是主要针对计算密集型的应用 因为一般计算密集型的应用 对内存的需求比较大的 所以说像联机数据分析的数据库服务 科学计算等等 这些最好选择内存优化型的实例 然后就是为服务器选择多应的镜像 可以选择公共的镜像 也就是通讯云官方为我们提供的公共基础镜像 一般有各个操作主流操作系统的基础环境和必要组建 我们可以在这些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相应的配置 也可以选择服务市场镜像 这些是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镜像 经过同学云的审核 包含了各种常见的软件环境 比如说PHP Java Ingenx wordpress 等等 最后就是选择存储方案 存储方案包括本地硬盘和云硬盘两种 其中本地盘上的数据 仅在云服务器实例的生命周期内保存 它会随着云服务器的销毁而丢失 而弹性的云硬盘 它的生命周期则是独立于云服务器的 需要注意的是 只有使用云硬盘作为系统盘的云服务器 才能进行CPU和内存的升级 另外呢 云硬盘也有不同的种类 主要包括普通的云硬盘 高性能云硬盘和SSD云硬盘 它们的性能是从上到下 以此增加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 对于Io的需求 来选择不同的云硬盘种类 第三课时 是云服务器的镜像管理 在这一课室里 我们将会详细的讲解腾讯云云服务器的镜像管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镜像的概述 腾讯云镜像提供启动云服务器实力的所有信息 指定需要的镜像后 可以从该镜像启动所需任意数量的实力 也可以根据需要从任意多个不同的镜像来启动实力 镜像主要分为工友镜像 服务市场镜像 自定义镜像和共享镜像 其中 工友镜像和服务市场镜像 我们在上一课时已经简单的介绍过 在这里我们说一下自定义镜像和共享镜像 自定义镜像 它是基于实力创建的系统模板 也就是说 把一个已经存在的云服务器做一个快账 把它当前时刻的操作系统 应用环境和相关的软件配置 全都保存下来 做一个镜像 共享镜像就是其他用户创建的自定义镜像 然后通过腾讯云的共享功能 共享给我们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开启对应的实力 镜像主要用于部署特定的软件环境 特别是当我们需要批量的部署软件环境的时候 使用镜像是非常高效的 同时它也可以用于服务器运行环境的备份 我们来看一下使用镜像部署和手动部署的一些对比 首先是部署的时长 一般来说手动部署比较复杂的软件环境 都需要运为人员一天到两天的时间来调整系统的各项配置 而使用镜像部署只需要选择好对应的镜像 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启动一台已经配置好的云服务器实力 部署过程呢 镜像只需要根据成熟的服务市场方案 或者已经使用过的方案创建即可 而手动部署则需要选择合适的操作系统 手机库运用软件插件等等 配置过程中呢 还需要手动的去安装软件和调试 在安全性方面 腾讯云的镜像除了来自其他用户的共享镜像之外 其他的几种镜像都是经过腾讯云的审核和测试的 而手动部署的时候 服务器的安全性几乎完全依赖于开发部署人员的水平 并且容易出现各种人工的疏漏 而对于适用情况来说 镜像部署提供了四种不同的方式 来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 而手动方式呢 则是完全的自行配置 非常的繁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腾讯云提供的镜像管理功能 我们首先进入云服务器的镜像页面 就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可以使用的 公共镜像 自定义镜像和共享镜像 并且呢 可以直接点击右边的创建云主机 直接创建对应的云主机 在自定义镜像方面 除了可以将已经配置好的云主机 直接制作成镜像 还支持手动导入自定义镜像 可以看到腾讯云支持多种格式的镜像格式 那么我们在本地创建好对应的镜像文件之后呢 就可以开通对象的存储服务 然后创建对应的bucket 将镜像文件上传到对应的bucket当中 最后填好镜像文件的URL 就可以将自己的镜像 导入到腾讯云当中进行使用 共享镜像呢 就是把自己的自定义镜像 共享给其他用户使用 只需要在自定义镜像上 点击共享 填入对方的账号就可以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课 在云服务器上部署应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课程概要 这节课将向大家介绍 如何在腾讯云服务器上 部署简单的应用业务系统 包括云服务器的种类与收费 云服务器的创建 云服务器的镜像管理 以及在云服务器上 完成基本的用为工作 下面我们来进行第一个课时 云服务器的种类与收费 我们在第一节课说过 腾讯云为我们提供了 多种多样的云产品和云服务 合理的选择云产品 需要我们对不同云产品的特性 都有所了解 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腾讯云在服务器方面 为我们提供的几款常见的产品 我们这里主要列出了 腾讯云云服务器CVM 腾讯云专用宿主机CDH 以及黑石物理服务器CPM 这三款产品 这三款云服务器各有倾向 适合不同的应用场景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腾讯云还提供了包括GPU服务器 FPGA云服务器 等其他的专业云服务器产品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云服务器CVM产品 它主要为我们提供了 安全可可的弹性计算服务 它主要有右面这几个特性 第一个是全面 这里的全面指的是CVM提供了 多个地域的多个可用区 它覆盖了中国大陆地区的 华南、华东、华北、西南等四个地区 以及东南亚、亚太、北美、美西、欧洲 等多个海外可用区 除此之外 CVM还提供了多种机型配置 比如标准型、内存型、高IO型、计算型等等 全面满足用户的不同的应用场景 弹性指的是CVM用弹性的计算能力 可以及时的切换硬件的配置 磁盘的扩容 带宽的升级降级等等 还可以根据需要切换机费模式 操作系统 弹性IP 以及自定义网络架构等等 可以随时随地根据需要对云产品进行调整 然后是可靠性 CVM能够提供99.95%的主机服务可用性 以及49.95%以上的数据可用性 它的云影盘用三副本的存储策略保障 急速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几分钟之内 就创建出我们所需要的云服务器实力 在安全方面 腾讯云为我们提供了各种的监控预警系统 以及DDoS防护 作动扫明等一系列的安全服务 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快捷 在外部页面就可以进行 也提供了API操作方式 便于进行自动化的运维 节约也是CVM的一大优势 使用CVM无需提前采购服务器 它可以提供按量计费和包年包月等付费方式 好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专用宿主机CDH 专用宿主机 它是指我们可以用独享主机资源的方式 去购买和创建云主机 我们知道 云主机提供的都是虚拟的计算资源 它们都是在宿主机上 经过虚拟化之后提供给我们的 一般情况下 这些云主机是在成千上万台的宿主机上均匀分布 由云上的用户共享的 也就是说 一个用户的多台云主机 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宿主机上 而一台宿主机上 则部署了不同用户的多台云主机 专用宿主机 就是将通讯云的一台宿主机 单独划分给一个用户 用户可以在这台宿主机上 创建自己的虚拟子机 也就是CVM来使用 这样做能够满足用户独享 宿主机资源的需求 同时也提供了 自定义的云服务器规格 高隔离度 满足行业的强监管等等需求 总的来说 就是满足合规的要求 对于金融 保险 医疗等等 对于信息安全有着相应的 国家政策规定的用户 可以使用CDH 来满足合规的要求 接下来 我们再说一下黑石物理服务器 黑石物理服务器 是一种以云模式交付的物理服务器 它实际上是一种 可以按需购买安良付费的服务器租赁服务 只需要确定服务器的配置和数量 部署交付的时间 可以在四个小时之内完成 并且 通讯云会提供服务器的供应 运维等等各种工作 而用户只需要关心我们的业务创新 就可以了 黑石物理服务器 可以兼顾性能 安全性和可定之性 对于大型的电商 游戏厂商来说 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服务 同时黑石物理服务器 也可以和普通的通用云服务器 协同工作 比如像这个图上所显示的 web端 由CUM来承担 而数据库服务和大数据分析服务 则由黑石服务器来承担 保障数据的安全和可靠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云服务器的种类与收费 腾讯云提供了 安量付费和 半年包月两种收费方式 具体使用哪种方式呢 要根据我们的业务需求来确定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部署的业务系统 是否需要7x24小时的运行 比如对于web服务 它基本上都是需要7x24小时服务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包年包月 因为它的单价更加的便宜 而对于电商抢购 这样临时的一些需求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安量付费 在需要的时候创建 用完之后直接销毁即可 下面这幅图展示了两种 计费方式下云服务器的生命周期 可以看到呢 除了基本的创建、运行、重启、关机、重置 等等各种状态之外 包年包月和安量寄费的主要的差距 就在于包年包月实力到期后 如果我们没有续费的话 它会进入已回收的状态 并且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不续费的话 经过7天 那么它就会被销毁掉 而在已回收状态 如果你续费了 那么它就会重新回到运行中的状态 而对于安量寄费来说 它是没有一个到期的概念的 只要你手动的去销毁它 那么它马上就会进入已经销毁的状态 最后一个课时 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在云服务器上完成运维工作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云端运维当中 都有哪些常见的运维任务 首先是重装系统 也就是为云服务器更换操作系统 这个呢 是可以直接在我们云主机的操作菜单里 找到对应的按钮的 重装的时候 可以选择当前的系统镜像 也就是说 把我们对当前的云主机进行的各种修改 全部都恢复到初始状态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重新选择公共镜像 自定义镜像 等等其他的镜像 跟我们在创建云主机时 选择的方式是一样的 然后呢 是调整配置 也就是说 在同系列的云主机之间进行深配或者降配 这个呢 也是在操作菜单里面的调整配置链接里面 点击即可进入选择目标CPU和内存的窗口 按照需要选择并且付费就可以了 那么关机和重启 也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操作 这些呢 在腾讯云的云主机里面 都可以在菜单里面找得到 需要关注的一点是 关机和销毁实力 它不是一码事 关机之后呢 我们的云服器依然是占用着我们的服务器资源的 它并没有被销毁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不能误把关机当成销毁 然后造成各种机费方面的问题 VNC登陆控制台功能 是在浏览器当中以VNC的方式登陆系统进行操作 主要呢 是作为云服器因为操作系统故障而导致的SSH 或者是远程桌面失效时候的应急方案 我们不推荐大家把这种方式作为常用的操作方式 镜像的操作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将现有的服务器实力制作成自定义的镜像 镜像呢 它只针对系统盘进行 并且只能对关机状态下的云服务器进行镜像的抓取 而快照功能呢 它就是针对数据盘的 它的特点呢 就是可以在服务器开机的状态下 对指定的数据盘进行快照作为备份 这是跟镜像不一样的地方 镜像只能在关机状态下进行 而快照则是可以在开机状态下进行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采用对数据盘进行定时快照的方式 对数据进行备份 这样我们在数据出现故障的时候 就可以随时恢复到指定时间的快照 存储扩容是通过调整云硬盘的容量 和增加挂载云硬盘的数量 来实现服务器的扩容的 这是只针对云硬盘的 使用本地硬盘 它是不能进行调整的 升级存储性能 是在当前云硬盘的性能不足的情况下 进行调整的一种操作 它要分成两步进行 首先呢 就是要对当前的数据盘进行快照 然后呢 我们使用这个快照 创建出新的更高规格的云硬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原来旧的云硬盘 卸载掉 然后挂载上我们新的 更高规格的云硬盘就可以了 官网带宽也是可以根据需要 进行调整的 我们可以提高或者降低 带宽的上限 腾讯员呢 还支持网络计费模式的切换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按流量计费 和包年包月按照带宽计费 两种方式之间进行切换 目前呢 美台云主机 它只能切换两次 另外其实我们的云服务器 它采用的是 包年包月计费的方式 那它也是可以使用 按量计费的 勾往带宽的 在配置完云服务器之后 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业务 部署到云服务器上 较为简单快捷的方式呢 就是通过SSH 或者远程桌面 以及FTP 等方式 把我们的应用 或者软件 上传到云服务器当中去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SSH 和远程桌面 在云服务器上进行环境的配置 软件和应用的安装 等等各种操作 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几个常见的 用于场景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在我们的 腾讯云上处置这些情况 也可以自己 实际的去演练一下 第一个场景 就是随着业务量的增加 原有的云服务器的 自华容量已经需饱和 同时还出现了性能的平静 第二个场景 是业务的规模持续扩大 单个服务器 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当前的需求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广州地区 增加一台服务器 来分担负载 第三 就是如何在云服务器上 执行栽培方案 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 好 这节课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云服务器的种类 收费和创建方式 现象管理 以及基本的用意操作 希望大家呢 可以在课后 自己的区域熟悉 在下一节课 我们将带大家了解 云端的网络规划与部署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腾讯云 云端终极运维课程的第三课 这节课 我们将要讲解的是 做好云端网络 与应用的运维规划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课程概样 这节课将向大家讲解 云端网络的运维规划 包括云端私有网络 和紫网的规划 连接本地数据中心 与云网络 以及公网网关的运途 下面我们来开始 第一课程的内容 规划私有网络与紫网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 腾讯云的私有网络VPC 腾讯云私有网络 是一块在腾讯云上 自定义的逻辑隔离的 网络空间 与在数据中心运行的 传统网络相似 托管在腾讯云私有网络内的 是腾讯云上的服务资源 包括云服务器 负载均衡 云数据库等等 私有网络环境 可以完全由用户掌握 包括自定义的网段划分 IP地址和路由策略等等 并且可以通过 网络的ACL和安全组等 来实现多层的安全防护 另外呢 也可以通过IPsec VPN 或者专线 连通私有网络与数据中心网络 实现灵活部署 混合云 私有网络的特点呢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 就是无需网络设备的采购 简化运维 所有的这些网络的配置 网络的设备 都是在腾讯云上进行部署的 第二个呢 是全球部署 跨账户互通 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私有网络 可以部署在全球所有的 可用区内 并且可以通过对等网络 实现账户之间 以及不同账户之间 这种私有网络的互通 第三 是高性能 灵活的internet访问 第四 是可以轻松的部署混合云 最后是安全无死角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来保障我们的网络安全 右下角的图片呢 是云服务器的经典网络 和VPC的一个对比 在经典网络当中 所有租户的云主机 它是共享资源池的 IP地址是随机分配的 而在VPC当中 每个租户都独享自己的网络空间 可以自定义网段 路由 网关等等 网络呢 还可以自由的划分组网 并且通过共网网关 等共享 共网IP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规划私有网络的 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第一个就是分配弹性IP地址 弹性共网IP地址呢 是专门为动态元计算设计的 静态IP地址 它是某个地域下面 一个固定不变的 共网IP地址 它的申请和释放是由用户控制的 可以在域名解析当中 作为A记录来使用 弹性IP地址呢 它和腾讯员的账户和地域是相关联的 没有使用的弹性IP地址 需要收取这个资源占用费 接下来是安全组的功能 也就是说 弹性IP地址 它是一个固定的IP地址 我们可以把它绑定到某一个云主机 或者我们的网关上面去 同时呢 当我们要切换云主机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原来的云主机上解绑 并且绑定到新的弹性IP地址 这样就可以保证 我们的IP地址是可以固定不变的 我们在很多场景下 直接使用IP地址的时候 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来保障我们服务的连续性 然后呢 是安全组功能 安全组是一种带有包过滤功能的虚拟防火墙 它可以设置单台或者多台云服器的网络访问控制 它是腾讯云为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的网络的安全隔离的一种手段 它可以支持TCP UDP ICMP等等协议 支持来源地址的过滤 通过这个来源地址的过滤呢 我们可以实现白名单的功能 也就是说只允许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特定的IP地址 来访问我们的云服务器 并且它还支持端口范围的设置 支持保定到云服务器 同时呢 它也是与低域相关联的 路由表呢 是由一系列的路由规则所组成的 由于控制VPC内紫网的流量走向 它跟我们常说的路由器上的路由表是类似的 用户在创建所有网络的时候呢 系统会自动为其生成一个默认的路由表 在之后创建紫网的过程中 如果用户没有选择自定义路由表 那么紫网就会自动关联这个默认的路由表 我们可以在路由表里面去添加 删除和修改路由规则 但是呢 默认路由表它是不可以删除的 除了默认路由表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VPC当中创建其他的自定义路由表 自定义路由表呢 它们是可以被删除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路由表它是不支持动态的路由协议的 它只能去静态的去配置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ACL 也就是访问控制列表 它是一个紫网级别的无状态的可选安全层 用于控制进出紫网的数据流 它的规则和安全是类似的 但是呢 因为它的无状态这种特性 所以有的时候即使我们设置入战的规则允许某些访问 如果没有设置相应的出战规则 也会导致没有办法去响应这个访问 NAT网关是一种将私有网络中 内网IP地址和公网IP地址进行转换的一个网关 它是VPC内的一个公网流量的出入口 腾讯于私有网络 NAT网关的点音应场景呢 一个是大带宽 高可用的公网访问 当用户出现需要超大带宽 公网IP使用量大部署服务较多的公网访问场景的时候呢 都可以使用NAT网关来满足这些需求 第二个场景呢 就是安全的公网访问 NAT网关它提供IP的一种安全转换 如果用户希望隐藏私有网络中主机的公网IP地址 以避免暴露其网络部署 同时呢 又希望和公网进行通信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NAT网关来满足这类的需求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有了NAT网关就可以提供所有的安全服务 NAT网关只能够提供简单的IP地址的隐藏这样的一种功能 如果需要其他的安全控制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之前说过的 ASL或者是安全组等等各种功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网络规划的例子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拓谱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私有网络里面 它规划出了两个子网 其中呢 子网一是作为内网 子网二是作为公网的 那么如何具体的去实现它呢 我们看一下对它的一个介绍 首先这里的子网一 它是作为内网的 然后呢 它可以通过NAT网关来访问互联网 但是呢 NAT网关并不提供从公网访问到子网一内部的这样的一种 方式 并且子网一当中的云服务器 它是不分配公网的IP地址的 这样保证了外部的用户 它是不可能直接访问到我们子网一里边的云服务器的 子网二呢 它是外网 位于子网二当中的云服务器 可以去分配公网的IP地址 或者是弹性地址 同时呢 子网一和子网二 它们之间有相互通信的方式 子网一当中的云服务器 允许与子网二当中的云服务器进行通信 通过这样的规划和部署呢 就可以保证我们在子网一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内网 它的数据的安全性 它不会被用户直接的访问到 而是通过子网二进行访问的 这样可以过滤到很多的安全隐患 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对等链接 VPC的对等链接 是一种用于办公数据同步的跨VPC网络互联服务 可以使子网络的IP在对等的VPC之间路由流量 就像它们在同一个网络当中一样 我们可以实现同地域或者跨地域的相同 或者不同用户的子网络的互联 通过在两端配置对应的路由策略 可以实现不同子网络的流量的互通 而且呢 对等连接它是不依赖于某个独立的硬件的 因此它不会存在单点故障或者带宽的瓶颈 它可以实现高速低延迟和高可用 第二课室是连接本地数据中心网络与云网络 我们将在这个课室里讲解使用VPN 或者是专线连接本地数据中心网络和云网络 为组件混合云提供基础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使用VPN来构建 本地数据中心网络与云网络之间的联络 这张图片是使用VPN连接的示意图 其中VPN网关是位于腾讯云私有网络端的出口网关 它有着固定的公网MP地址 这短网关呢 是位于本地数据中心的IPsec VPN设备 它需要有固定的公网MP地址 VPN通道则是建立在公网之上的腾讯云私有网络和客户端数据中心之间建立的IPsec数据传输通道 可以满足绝大多数VPN连接的需求 不过呢 由于VPN通道是搭建在公网之上的 公网的网络组色抖动等等都可能对VPN的网络质量有所影响 使用VPN连接本地数据中心和腾讯云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是创建VPN网关 我们在腾讯云的控制台上可以直接进行VPN网关的创建 选择对应的VPC私有网络即可 第二步是创建对短网关 在VPN通道创建之前需要创建对短网关 也就是在控制台上填写对短网关的名称和用户数据中心当中VPN网关的公网MP地址 第三步是创建VPN通道 我们要根据需要进行VPN通道的相关的配置 然后配置完成之后下载对应的配置文件 第四步就是在自有的IPsecVPN网关中 加载我们刚才所下载的配置文件 第五步就是要设置路由表 其实在上一步的时候 我们已经将一条VPN的通道配置成功了 但是由于还没有将子网当中的流量路由到VPN网关上 因此子网当中的网段还不能和我们的数据中心中的网段进行通信 因此需要在路由表当中添加一条到目的端网段的路由 并且将下一条选择为VPN网关就可以了 最后一步就是要做VPN通道的激活 我们只需要使用VPC当中的云服器 来拼对端网段当中的IP就可以激活VPN通道了 第二种数据中心和腾讯云的连接方式是数据中心专线连接 数据中心专线连接是连接扣端数据中心 和腾讯云私有网络的物理链路 客户可以自行联系运商实施或者腾讯云来实施 它不会受到我们公网的带宽和稳定性的影响 专线连接同样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物理专线 它是连接腾讯云和本地数据中心的物理线路链接 物理专线支持双线热备接入 双线接入点供电 网络管道完全隔离等等 专线的通道是物理专线的网络链路划分 用户可以创建链接至不同专线网关的专线通道 实现本地数据中心和多个私有网络之间的互联 专线网关是私有网络的专线流量入口 可以通过接入多个专线通道与多个不同的IDC去互联 专线网关可以通过节线权发行实现 全路无单点故障的风险 可以满足金融级的网络互联要求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专线接入和WP接入的一个对比 我们简单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专线接入拥有更加稳定的网络实验 因为它是有专门的链路的 它不像WP是通过公网接入的 因此网络实验可以做到更加稳定更低 第二个是拥有高可靠的在中接入 并且支持更大的带宽 同时呢有更高的安全性 这些都是专门的物理链路 所带来的一些优势 最后呢专线接入还支持网络地址的转换 而WP呢它是不支持的 网络地址转换呢可以支持专线两端的IP映射 和私有网络端的IP端口映射 可以完美的解决多个第三方的网络互联手 产生的IP地址冲突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专线NAT 专线NAT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网络地址的转换 它是混合运用链接时将内网IP转换成其他IP的一种方式 它包括IP转换和IP端口的转换两种形式 它的优势就在于 第一是可以解决专线连接当中两端IP地址冲突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隐藏专线两端真实网段的信息 可以保障我们的安全性 第三个是我们来讲一下公网网关的用途 我们在使用VPC的过程中呢 由于内网当中的云服务器 它是没有公网IP的 但是呢 我们内网当中的云服务器也有访问互联网的需求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公网网关来访问互联网 公网网关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开启了IP转发和NAT功能的 运行着Linux操作系统的云服务器 下面这个图 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原理 普通紫网当中的CVM 如果想访问互联网的话 就可以配置一个路由表向 将下一条地址指向我们的公网网关 然后呢 公网网关就可以完成 包括IP地址转换 以及流量转发等这样的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公网网关的使用步骤 第一个呢 就是要创建网关的紫网 由于公网网关呢 它只能转发 非所在紫网的路由的转发请求 因此呢 公网网关不能和任何需要借助公网网关 访问外网的CVM处于同一个紫网底下 需要先建一个独立的网关紫网 第二个呢 是要购买一个公网网关 公网网关它和我们的云服务器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直接在云服务器的购买页进行购买 但是我们在选择存储于网络的时候 需要勾选用作公网网关 然后就可以购买完成了 第三步是创建网关紫网的路由表 网关紫网和普通的紫网不能关联同一张路由表 它需要新建一张单独的网关路由表 并且呢 我们之前创建的网关紫网要关联这张路由表 具体的路由策略呢 可以只保留默认的local策略 最后一步就是配置普通紫网的路由表 我们可以通过配置普通紫网的路由表 将路由指向公网网关的主机 使得普通紫网内的没有公网IP地址的主机 能够通过公网网关的路由转发功能 访问到外网 然后呢 是公网网关的使用的一些限制 第一个就是公网网关目前支持最大的出口带宽是只有100兆的 如果需要更多的出口带宽 可以考虑购买更多的公网网关 形成一个公网网关的一个出口的集群 然后呢 通过在路由表中配置相同的目的端路由 转发力量 可以在公网网关之间自负载均衡 但是呢 这个负载均衡现在是不支持健康检查的 如果公网网关出现了故障 有可能会导致流量的丢失 第二个限制呢 就是网关紫网和普通的紫网 不能关联同一张路由表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了 它需要一张单独的网关路由表 来关联网关紫网 第三个是公网关 它是支持NAT接入的 用户需要登陆的主机上自行配置 但是专线网关和VPN网关 它是暂时不支持NAT接入的 好的 在这一课当中呢 我们向大家介绍了 云端自由网络和紫网的规划 连接本地数据中心网络和云网络的两种方式 以及公网网关的用途 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带大家一起了解构建弹性伸缩和高可用的 业务应用系统的部署环境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欢迎来到腾讯云中级愿运语课程的第四课 构建弹性伸缩和高可用的业务应用系统部署环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课程概要 这节课将向大家讲解弹性伸缩和高可用业务应用系统的部署 首先讲解弹性伸缩和负载均衡的简介 然后详细的讲解负载均衡和弹性伸缩的应用与部署 本节课共包括以下五个课程 第一课程是弹性伸缩和负载均衡的简介 第二课程是云服务器的负载均衡与绘画保持 第三课程是负载均衡的流量分发 第四课程是根据业务负载伸缩云服务器 最后一个课程是实操课程 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在腾讯云上进行负载均衡的部署与使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课程 弹性伸缩和负载均衡简介 弹性伸缩和负载均衡是在云端运维中经常会用到的两个云服务 也是能够体现云端运维的优势的云服务 弹性伸缩AS可以根据业务的需求和策略 自动的调整CVM的计算资源 确保CVM实力的数量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状态 也就是说使用弹性伸缩可以配置相应的策略 使得当业务需求较高的时候 CVM会自动扩容来满足我们的业务需求 而在业务负载较低的时候 CVM可以自动的缩容来降低我们的成本 而负载均衡呢是对多台云服务器进行流量分发的服务 负载均衡可以通过流量分发扩展应用系统对外的服务能力 通过消除单点的故障来提升应用系统的可用性 通俗的说负载均衡就是部署多台功能相同的CVM 然后通过一定的流量分发策略 把用户的业务请求较为均衡的分散到多台的CVM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弹性伸缩的应用场景 第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提前部署扩缩容 也就是在我们比较明确什么时候需要扩容或者缩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提前设置自动伸缩的定时策略 那么到了对应的时间点 系统就会自动的添加或者减少CVM实力 而不需要人工的操作 这种情况比较适合像定时抢购这样的场景 比如说我们的业务系统有一个晚上8点的定时抢购 并且我们可以提前预测到用户量会很大 我们需要临时的进行扩容 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时间点 比如说7点半的时候 就让系统自动扩容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然后到了抢购结束的时候 比如9点半的时候 我们就自动缩容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那么这个期间是不需要人工的去等待进行人工的操作的 系统完全会自动的完成先用的操作 第二个场景就是低成本的应对业务浪用 我们可以提前设置自动伸缩的监控策略 系统就会根据提前设定好的业务监控指标 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CVM的平行扩容 这种场景主要是针对不可提前预知的业务浪用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提前设置好合适的监控指标 就可以完全实现自动化的扩缩容 而不需要人工职守 并且还能在业务请求量比较低的情况下 节约我们的成本 第三个场景是自动替换不健康的CVM 使用弹性伸缩的时候 系统会定时的对CVM进行健康检查 当系统发现某台实力出现异常的情况 就会自动的平行扩展出一台实力 来替换掉异常的实力 也就是复制一个完全相同的实力 来取代我们的故障实力 并且这个我们是可以看到操作记录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分析故障的原因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弹性伸缩的应用场景 首先就是横向扩展应用系统的服务 这是复载均衡的基本功能 复载均衡能够保证 请求会均匀的转发到每一个接入层的服务器 便于业务的横向扩展 这种方式的好处呢 就是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 他们请求的接入点就是我们的复载均衡器 而不是某一台或者某几台的CVM服务器 因此当我们的业务系统进行横向的扩展的时候 用户它是完全没有感知的 第二个场景就是消除应用系统的单点故障 也就是说当应用系统的一部分CVM实力当机之后 应用系统的其他CVM实力仍然能够保障系统的正常工作 而不至于完全瘫痪 这也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这种情况下用户是完全没有感知的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也可能会出现由于CVM的实力不足 造成负载过大 从而无法承担全部的业务请求 最后造成业务的实验过大 部分业务失败等等各种情况 这个时候就可以结合我们刚才说的弹性伸缩 在实力不足的时候 就可以自动扩容完成我们的高可用的这种部署 腾讯云的负载均衡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支持四层和七层的协议转发 所谓的四层呢 就是基于IP地址和端口的负载均衡 而七层呢 就是基于URL等应用层信息的负载均衡 第二个特点是支持权重配置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CVM实力的配置可能不是完全相同的 因此他们的处理能力也不相同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配置不同的权重 把流量按照权重进行转发 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CVM的计算资源 第三个特点就是支持多种的调度算法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加权轮薰算法 加权最小连接数算法等等 第四个是支持绘画保持 从而保证对某些有状态的业务的连续性的支持 接着是跨可用区 也就是说同一个地域内的不同可用区的CVM实力 可以作为同一个负载均衡的接受层服务器 最后是支持健康检查 当负载均衡检测到CVM实力出现故障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把这台故障的实力从负载均衡组中删除 第二个是云服务器的负载均衡与绘画保持 在这一课室当中 我们会详细的讲解负载均衡的组成部分 使用方法、绘画保持等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负载均衡的组成部分 第一个是Cloud Load Balancer 也就是我们的负载均衡实力 主要用于流量的分发 第二个是Cloud Load Balancer Listener 这个是负载均衡监听器 它负责监听负载均衡实力上的请求 执行策略分发流量到后端服务器 接下来是VIP 这个是负载均衡向客户端提供服务的IP地址 也就是对于用户来说可见的IP地址 然后是后端服务器 这是一组后端的云服务器 是实际处理用户请求的服务器 也就是我们做流量分发的对象 最后是VPC或者是基础网络 这是我们做负载均衡的网络环境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负载均衡监听器 负载均衡服务主要是由负载均衡监听器提供的 监听器负责监听负载均衡实力上的请求 执行策略分发流量至后端服务器等服务 腾讯云的负载均衡支持以下协议的请求转发 包括HTTP以及HTTPS 这两个呢是在应用层的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7层的负载均衡 而TCP和UDP是在传输层的 它们是4层的负载均衡 4层的负载均衡呢 它就是通过三层的IP地址 然后再加上4层的端口号来决定哪些流量需要做负载均衡 对需要处理的流量进行NAT处理 转发至后台服务器 而7层的负载均衡呢就是在4层的基础上 在考虑应用层的特征 比如说HTTP的头部 URL等等 比如同一个web服务器的负载均衡 除了根据VIP加上80端口 辨别是否需要处理的流量 还可以根据7层的URL 浏览器的类别语言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负载均衡 7层的负载均衡呢也称为内容交换 也就是主要通过报文中真正有意义的应用层内容 再加上负载均衡设备设置的服务器选择方式 决定最终选择的内部服务器 负载均衡设备如果要根据真正的应用层内容再选择服务器 只能先代理最终的服务器和客户端建立链接后 才可能接收到客户端发送的真正的应用层内容的报文 然后再根据该报文中的特征字段 再加上负载均衡设备设置的服务器选择方式 决定最终选择的内部服务器 负载均衡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更像我们常说的一个代理服务器 负载均衡和前端的客户端以及后端的服务器 都会分别的建立TCP链接 下面我们说一下负载均衡后端服务器 后端与服务器是创建负载均衡实力后 绑定在其上的用于处理相应转发请求的CYM实力 我们可以在负载均衡实力所在的地域内的三个 或者多个可用区中选择绑定CYM实力 来增加我们应用程序的健壮性屏蔽单点故障 下面呢是对后端服务器进行配置的一些最佳实践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在要添加负载均衡的所有的CYM上 安装外部服务器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阿拉奇或者是IIS 并且呢保持我们所运行的应用程序的一致性 第二点呢是建议开启绘画保持功能 这样呢就会使我们的负载均衡能够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TCP链接 并使多个请求重用它 可以减少外部服务器上的负载并且提高负载均衡的吞吐量 第三个是确保后端实力的安全组具有针对负载均衡监听端口 和健康检查端口的入战规则 这样的话呢才能正常的使用我们的流量转发服务和健康检查服务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负载均衡当中的绘画保持 绘画保持它可以使得来自同一IP或者同一网段的请求 被转发到同一台后端服务器上 默认情况下呢负载均衡会将每个请求分别路由到不同后端服务器实力 但是呢我们可以使用绘画保持功能 使特定用户的请求被路由到同一台后端服务器实力上 这样可以使某些需要保持绘画的有状态的业务系统能够正常的工作 绘画保持在四层和七层使用不同的技术来实现 其中七层画保持是基于Cookie植入的绘画保持 在这个模式当中负载均衡器负责插入Cookie 后端服务器无需做出任何的修改 当客户端第一次请求的时候呢 客户端的http request进入负载均衡器 负载均衡器会根据负载评算法策略选择后端的某一台服务器 并且将请求发送至该服务器 当后端服务器的http回复被发送给负载均衡器的时候 负载均衡器会向该后端服务器插入Cookie 并且将http response返回给客户端 当我们的客户再次请求我们的后端服务器的时候 客户的http请求上就会带着我们上次负载均衡所插入的Cookie 然后我们的负载均衡器 就可以根据我们Cookie中的绘画保持数值 将http的请求发送到指定的服务器 然后后端服务器再进行回复 由于服务器并不写入Cookie 所以http的回复它不会带着Cookie 那么该http的回复再次经过负载均衡器的时候 负载均衡器将写入更新之后的绘画保持Cookie 而四层的转发呢 它是基于简单的绘画保持的 也称作基于原地址的绘画保持 或者是基于IP的绘画保持 那么这种方式呢 是指负载均衡器在做负载均衡的时候 根据访问请求的原地址 作为判断关联绘画的依据 对于来自同一个IP地址的 所有的访问请求 它在做负载均衡的时候 都会被保持到同一台服务器上去 简单的绘画保持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就是链接超市值 负载均衡器会为每一个处于保持状态中的绘画 设定一个时间值 如果一个绘画从上次完成到下次再来之间的间隔 小于我们设置的超市值的话 负载均衡器就会将新的连接进行绘画保持 如果这个值已经大于我们的超市值 那么负载均衡器就会将新来的链接认为是新的绘画 然后进行负载均衡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简单应用 就是利用负载均衡来实现业务应用系统的灰度升级 它的基本架构如下图所示 用户首先通过负载均衡器来访问我们的业务系统 然后业务系统将用户的请求转发到对应的后端服务器 在最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后端服务器 他们所部署的都是旧版本的应用 这样用户访问的就是旧版本的应用 这个时候我们将其中的一台服务器升级成新版本的应用 而其他的服务器呢保持旧版本的应用 这样当用户再次来访问我们的业务系统的时候 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如果负载均衡将用户的请求转发到了新版本的服务器上 那么用户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版本 否则呢他只能使用旧的版本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应用的一个灰度升级 便于我们进行小范围的测试 当然这个我们最好也要结合绘画保持功能来使用 防止用户在新版本跟旧版本之间反复切换产生问题 负载均衡的流量转发 我们将主要讲解一下 同学员负载均衡的三种流量分发策略 在实际使用当中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合适的分发策略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三种轮迅算法 分别是加权轮迅算法 加权最小连接数算法 和原地址散列调度算法 那么加权轮迅算法 顾名思义 它就是以轮降的方式来依次将请求调度到不同的服务器 它就是按照顺序一台一台的来进行调度 和普通的轮迅算法的区别在于 加权轮迅算法可以利用加权的方式来解决服务器之间性能不一的情况 它用相应的全值来表示服务器的处理性能 按照全值的高低和轮迅的方式来分配请求到各个服务器 全值高的服务器会先收到链接 并且全值高的服务器 它比全值低的服务器能够处理更多的链接 相同全值的服务器 我们的负载追踪器会保证他们处理相同数目的连接数 我们来看一下加权轮迅算法的特点 首先它的优势就是非常简洁实用 它无需记录当前所有连接的状态 所以它是一种没有状态的调度算法 那么它的劣势就在于 加权轮迅调度算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不适用于请求服务时间变化比较大 或者是每个请求所消耗的时间不一致的情况 此时轮迅调度算法容易导致服务器之间的负载不平衡 加权轮迅算法它的适用场景 主要是每个请求所占用的后端时间基本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负载情况最好 那么它经常用于短链接服务 比如说HTTP等服务 用户推荐是我们可以知道每个请求所占用的后端的时间基本相同的时候 比如已知后端服务器处理的都是同类型或者相似类型的请求时 推荐选择加权轮迅的方式 当请求的时间差别较小的时候也推荐这种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时间的消耗比较小 不需要便利效率非常高 然后呢是加权最小连接数算法 和轮型调度算法相反 最小连接调度算法是一种动态的调度算法 它会通过服务器当权所活跃的连接数 来估计每个服务器的负载情况 我们的负载均衡的调度器呢 它需要记录各个服务器已经建立连接的数目 当一个请求被调度到某台服务器的时候 它的连接数就会加1 反之呢就会减1 加权最小连接数调度算法 是在最小连接数调度算法的基础上 根据服务器的不同处理能力 给每个服务器分配不同的全值 使其能够接受相应全值数的服务请求 那么这种算法的优势呢 就是比较适合需要常识处理的请求服务 比如说FTP等应用 它的劣势就在于 由于接口的限制 目前呢最小连接数和绘画保持功能不能同时开启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使用了最小连接数算法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能使用绘画保持功能 它的适用场景就是 每个请求所占用的后端时间相差比较大的情况 常用于长连接服务 它所推荐的用户呢就是 如果用户需要处理不同的请求 并且每种请求所占用的后端的时间相差比较大 比如三秒和三毫秒这种数量级的差别的时候 那么我们更推荐使用加权最小连接数算法来实现复杂均衡 最后一种算法呢是原地址散列调度算法 它是把我们请求的原IP地址 作为我们的散列键也就是我们的hashkey 从静态分配的散列表中找出对应的服务器 如果这个服务器是可用的并且没有超载的 那么就将请求发送到这台服务器 否则的话反为空 那么它的优势就在于可以使得某一客户端的请求 通过hashkey表一直映射在同一台后端服务器上 因此在不支持绘画保持的场景下 可以使用IPhash进行简单的绘画保持实现 它所推荐的用户呢 就是比较适合没有酷K功能的TCB协议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确保有效的流量分发 也就是说我们的流量应该转发到正常处理业务的服务器上 而不是应该被转发到一台已经没有办法处理请求的服务器上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健康检查功能 健康检查功能能够帮助用户自动识别后端服务器的运行状况 自动隔离异常的服务器 我们可以看到HTTP、HTTPS以及TCB和UDP 他们都是支持健康检查的 并且可以自己定义检查的指标 检测的间隔以及不健康的预值等等 第四科十我们来讲一下根据业务负载伸缩云服务器 也就是腾讯云的弹性伸缩功能 弹性伸缩有几种不同的操作方式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手动接入快速扩缩容 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的运维人员在认为需要添加或者减少服务器的时候 手动操作向伸缩组里添加或者减少CYLM实例的数量 同时它也支持我们修改伸缩组的期望实例数实现一键的批量扩容 第二种操作方式是告警触发的方式 也就是以云服务器的性能指标预值来触发伸缩 我们可以针对CPU的利用率内存的利用率 内网出带宽内网入带宽外网的出入带宽等不同的指标来进行配置 当出现告警情况之后 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对伸缩组进行相应的操作 这种方式主要是针对不可预知的业务峰值 一旦出现业务浪涌的情况 系统就会自动根据配置进行伸缩保证业务系统的平稳运行 第三种操作方式就是定时任务 针对可以预知的业务峰值 我们可以设定定时任务 在指定的时间触发伸缩操作 可以设置伸缩组的最小实力数 希望实力数以及最大实力数 然后是识别并且替换极限中不健康的云服务器 当伸缩组内的主机 它的拼不可达时间超过一分钟的时候 系统就会认为该实力已经出现了故障 那么它就会自动生成健康的副本来替换当前的子机 从而保证业务的健康运行 这个是与负载健康的健康功能配合使用的 所以我们来说一下如何实现单个服务器的高可用 我们在进行高可用配置的时候 传统的主备或者是双活HA集群搭建 相对来说比较繁琐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自动伸缩的健康检测功能 来做到高可用的效果 我们新建一个伸缩组 主要关注它的最小伸缩数 起始实力数和最大伸缩数 我们将这些数量全部都设置成1 也就是说它最少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实力 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一个实力 那么我们配置完成之后 系统会自动检测活动节点的健康状况 当活动节点的拼质不可达的时候 弹性伸缩就会自动复制出健康的实力 来替换掉我们状态异常的实力 同时呢由于我们设置的最大的伸缩数是1 那么原来那个不健康的实力 就会自动的被剔除伸缩组 并且自动销毁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 当我们的实力出现故障的时候 自动切换的这样一个功能 从而实现了高可用的部署 最后一个课时是我们的实操课时 在这一课时当中 我们将学习负载均衡的配置 与使用 这一课时呢我们的实操的主要内容有 创建后端云服务器 创建负载均衡实力 创建负载均衡监定器 然后呢绑定我们的后端服务器 最后我们想办法来验证一下 我们的负载均衡是否正常 下面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实际操作 我们首先打开腾讯云的控制台界面 然后找到云主机产品 我们首先需要创建两台云主机 用于我们的负载均衡服务 我们点击新键 然后创建两台云主机 选择对应的计费模式 定域以及可用区 并且选择我们的私有网络 这里呢我们选择Ubuntu 作为我们的操作系统 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里我们都使用默认配置 我们选择安全组 为了方便我们测试呢 我们选择放通全部端口 然后我们设置好密码 点击下一步 然后呢我们选择数量为2 点击立即购买 所以我们确认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重新进入我们的云主机的控制台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两台主机正在创建 我们等待它创建完成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两台云主机已经创建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创建我们的负载均衡实例 我们选择负载均衡 然后点击新建 跟我们的CM实例 选择同样的北京地区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应用型CLB 然后我们选择对应的网络 我们点击立即购买 确定 好 现在我们就已经购买成功我们的负载均衡实例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创建我们的负载均衡监听器 我们选择监听器管理 在这里点击添加监听器 因为我们后面的测试要使用http 所以这里我们创建的是http的监听器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测试监听器 然后端口呢 我们就使用http默认的80端口 点击提交 好,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创建完成我们的测试监听器了 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的监听器添加转发规则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负载均衡实例的IP地址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VIP是这个IP地址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在我们的测试监听器中添加规则 我们的域名就使用我们刚才的IP地址 然后URL路径呢 我们就使用一个反鞋杠 然后均衡方式呢 我们选择按照权重轮循 点击下一步 先刚检查我们暂时先不用配置 然后下一步 为了使我们之后的测试比较方便 我们这里关闭绘画保值功能 点击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绑定我们的后端服务器实例 我们选择我们刚刚创建的转发规则 然后在这里点击绑定云主机 选择我们刚刚创建的两台云主机 然后他们的端口呢 我们都设置成80端口 选择 这里我们使用相同的选择 然后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的后端运营服务器 就已经绑定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测试 首先我们要在我们的两台云主机上 分别添加两个网页 我们分别登录两台云主机 进行相应的配置 在这里我们对它默认的网页 进行一个简单的修改 方便我们区分 我们在这里添加一个数字1 作为它的标号 然后同样我们在另一台服务器上 也进行相应的操作 谢谢大家 同样我们给它一个修改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尝试访问我们的 负载军服务器了 我们找到它的IP地址进行访问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它访问到的是 Injunx2这台服务器 也就是我们配置的第二台服务器 然后呢我们刷新一下看一下结果 这个时候它又变成了Injunx1 那么我们反复刷新 看一下它的轮选的效果是怎样的 可以看到在我每次刷新的时候呢 它的数字都会变一下 说明它访问到了我们不同的后端服务器 也就是说对于所有的请求 我们的负载军服务器 都会采用轮选的方式 在我们两台后端服务器之间 进行轮循 然后返回我们对应的结果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的负载军服务实力的验证工作 好的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的演示操作 这里呢我们根据前几个课的内容 给大家一些课堂实验 大家可以自己在腾讯语上进行练习 这一节课我们学习了 如何构建弹性伸缩和高可用的 业务应用系统部署环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